综艺网播量排名,快乐大本营跌至第九,李浩飞站C位。 时间来到了4月14日4月中旬,奔跑吧兄弟的开播敲响了综艺厮杀的战鼓,谁能在这个4月立于不败之地?我们可以从最新更新的综艺网络播放量排名中找到答案。 昨天是综艺奔跑吧第二季的首播日,该综艺首播好取2.3,收视率,稳居全天综艺收视率冠军。 在网络播放方面,奔跑吧第二季同样取得了喜人的成绩,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,该综艺收获了14298万的播放量。 排名第二季同样,排名第二季同样取得了喜人的成综艺厮杀。 排名第二的是王源加盟的王牌对王牌第三季,昨晚是该综艺第三季的最后一期,昨日网播量3366万。 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依次是歌手2018和奔跑吧第一季。 有部分看不到奔跑吧第二季的朋友竟然选择观看第一季解禅,排在第五位的是我是大侦探,而曾经的王者快乐大本营一路跌至第九。 快乐大本营的热度下跌不是没有理由的,我们知道前不久快乐大本营为新人主持人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栏目。 下一站是我。 由小鲜肉糊一天担任首席夫画官,该栏目想要筛选出最优秀的新人主持人,在二十余位新人主持人中,我们看到了熟悉的19岁大义女生李浩菲。 在快乐大本营昨天的宣传视频中,新人李浩菲站在C位,视频只有短短15秒,李浩菲几乎全程露脸,甚至一度站在屏幕正中央,看得出他在新人主持班中不一样的地位。 由于新生主持人的涌入,包括吴欣,和炯在内的老牌主持人节目时间被压缩,再加上这个可以推广的宣传视频,不少网友忍不住大发牢骚。 有网友疑惑道,李浩菲镜头太多,怎么又有李浩菲? 还有网友无奈道,我只想问谢娜什么时候回来,现在的快本成选秀节目了。这都是什么东西啊? 现在变了呀,已经没有什么看点了,还是怀恋那节在的时候。收视率骤降,网播量出现断层,观众纷纷气踪,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快乐大本营呢? 时间来到了4月14日4月中旬,奔跑吧兄弟的开播敲响了综艺厮杀的战鼓,谁能在这个4月立于不败之地?我们可以从最新更新的综艺网络播放量排名中找到答案。 昨天是综艺奔跑吧第二季的首播日,该综艺首播好取2.3,收视率,稳居全天综艺收视率冠军。 在网综播放方面,奔跑吧第二季同样取得了喜人的成绩,短短3个小时的时间,该综艺收获了14298万的播放量。 排名第二季同样取得了解冠冠军。 排名第二季是王源加盟的王牌对王牌第三季,昨晚是该综艺第三季的最后一期,昨日网播量3366万。 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依次是歌手2018和奔跑吧第一季。 有部分看不到奔跑吧第二季的朋友竟然选择观看第一季解禅,排在第五位的是我是大侦探,而曾经的王者快乐大本营一路跌至第九。 快乐大本营的热度下跌不是没有理由的,我们知道前不久快乐大本营为新人主持人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栏目。 下一站是我。 由小鲜肉糊一天担任首席夫画官,该栏目想要筛选出最优秀的新人主持人,在二十余位新人主持人中,我们看到了熟悉的19岁大义女生李浩菲。 在快乐大本营昨天的宣传视频中,新人李浩菲站在C位,视频只有短短15秒,李浩菲几乎全程露脸,甚至一度站在屏幕正中央,看得出他在新人主持班中不一样的地位。 由于新人主持人的涌入,包括吴欣,和炯在内的老牌主持人节目时间被压缩,再加上这个可以推广的宣传视频,不少网友忍不住大发牢骚。 有网友疑惑道,李浩菲镜头太多,怎么又有李浩菲? 还有网友无奈道,我只想问谢娜什么时候回来,现在的快本成选秀节目了。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? 现在变了呀,已经没有什么看点了,还是怀恋那节在的时候。 收视率骤降,网播量出现断层,观众纷纷气踪,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快乐大本营呢? 收视频道,观众训练